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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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是喜爱 小曹告诉我 枸杞子采收分春果、福果、秋果三个采收时期 六月初到六月下旬采收的果实为春果 六月下旬到九月下旬采收的果实为福果 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采收的果实为秋果 其中春果质量最好 皮薄肉厚 紫儿少味甜 果实大 颜色鲜艳 成熟了的枸杞子挂在枝条上 串串红润 果实飘香 我去的时候 正好赶上当地人采摘春果的十节 可是 那时的我看着满园的枸杞子 却无从下手 不知从何摘起 后来 小曹找来了基地的负责人 告诉我说 摘枸杞子的时候 要选择那些挂在枝头 色泽鲜红 表面光亮 果肉丰厚 果地松软的果子 这样的枸杞子 果糖和维生素的含量达到最高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是最适合采摘的 采摘下来的枸杞子 就被陆续送去烘干了 可是 我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把枸杞子立即烘干 而是掀过了一片碱水 原来 枸杞子表面 着生着一层蜡纸 这层蜡纸 可以起到防止果实腐烂 抑制水分蒸发的作用 使用碱水进行拖蜡以后 烘干时 会加快枸杞子中水分的流失 提高烘干的效率 枸杞子在碱水中浸泡 大概半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了 将捞出后的枸杞子均匀铺开进行控水 当枸杞子表面的水被控干以后 就可以将它们送入烘到烘干了 枸杞子需要在烘到内 经过两个阶段的升温烘干 首先 在43到49摄氏度条件下 烘烤10小时左右 食果实 湿水发软 果皮略微发皱 然后 在52到63摄氏度条件下 烘10小时左右 经过这两个阶段的烘干工序以后 果实就烘干好了 烘干好的枸杞子含水量 大约在16%到18%之间 看起来 果皮柔软 颜色红润一致 经过初步烘干的枸杞子 首先得在流动的清水中清洗 洗掉表面附带的灰尘和杂物 清洗时间要短 几秒钟就可以 否则枸杞子就会被泡发 影响产品的质量 把清洗后的枸杞子 放入蒸汽杀菌机 高温杀菌 温度控制在110摄氏度左右 蒸汽可以有效地消灭 存留在枸杞子表面的杂菌 蒸汽杀菌一分钟之后 颗颗枸杞子就被送入到烘干机 进行循环烘干了 说循环烘干 是加工枸杞果干最重要的工序 那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像这样 每颗枸杞子都得经过 大约8小时的烘干 才能最终达到含水量 在11%到13%之间的枸杞果干 刚烘干好的枸杞果干 表面吸出很多糖分 看起来油润光亮 并且容易粘连结块 所以要将它们放在干燥阴凉处自然冷却 等散发掉自身的热量以后 就可以包装了 有了冷却这一步 在包装时 枸杞子和枸杞子之间就不会粘连结块 避免影响产品的口感和美观 除了上面看到的枸杞果干 枸杞的嫩芽还可以加工程茶叶来冲泡饮用 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同样丰富 也很受消费者青睐 晨间刚刚探出头来的枸杞芽 被露珠清点 被风而轻浮 这些小芽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那么脆嫩动人 而这时也正是枸杞嫩芽采摘的好时候 诶 这枸杞树怎么跟刚才看到的不一样呢 原来这是野生枸杞树与宁夏枸杞树 枝条嫁接培育出的新树种 因为它很少结果 所以绝大部分营养成分都囤积在嫩芽之中 更适合用来加工枸杞芽茶 要想制作出好茶 采摘可是关键 为了保证枸杞芽的完整 避免芽叶断碎 要像工作人员这样 用手指捏住芽叶 轻轻向上提采 采摘色泽嫩绿 无病虫害 肥厚新鲜 长度在11厘米以内的嫩芽间 经原料预冷 分级减选 提香等工艺 制成枸杞芽茶 为了防止枸杞芽发生鹤变 将枸杞芽放在清水中浸泡几秒钟 使它们散发掉多余的热量 保证枸杞芽的品质 降温预冷24小时以后 就进入了分级减选环节 这一环节主要是去掉枸杞芽中的杂质和老叶 并对采回来的枸杞芽进行分级 取芽间部分5到6厘米 作为枸杞芽茶一级茶的原料 而剩下的部分则作为二级枸杞芽茶的原料 之前把原料预冷误认为是清洗 其实真正的清洗是在拣选之后进行的 我看到枸杞芽是被放在气泡清洗机里清洗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这些流动的水和鼓动的气泡 可以有效地去除枸杞芽上的尘土和其他杂物 这一次清洗之后 枸杞芽还要经过传送带的输送 被传送到机器上方 方便进行第二次清洗 两次清洗之后 枸杞芽就被传送带运走了 顺着传送带 清洗干净的枸杞芽就被送到了另一个车间 尾雕车间 尾雕就是将清洗后的枸杞芽均匀摊放 通过晾晒 使鲜叶呈现尾粘状态 如果尾雕时间过短 枸杞芽中煤类物质的活性就会下降 不利于鲜叶成分的氧化 尾雕时间过长 枸杞芽中所含可溶性糖、茶多酚等营养物质含量 也会有所下降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枸杞芽中煤的活性及营养物质 一定要严格控制尾雕时间 枸杞芽最合适的尾雕时间为七小时左右 摊量期间需要工作人员手工翻动一到两次 在自然室温情况下 晾到表面无水 手感干燥 枸杞芽根根挺拔 因为枸杞芽不粘连不抱团 这时枸杞芽的含水量大概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就可以将枸杞芽送去杀青了 杀青有炒、烘、晒、蒸等几种方式 我发现枸杞芽芽在杀青的时候 是通过蒸汽的方式完成的 这是因为蒸汽杀青具有提温快 杀青均匀 芽叶形状保持完好等特点 能够保持枸杞芽芽独特的色香味 温度控制在九十摄氏度以上 杀青两到三分钟 看,像这样 叶片变得柔软 并能闻到一股清香味的时候 就达到杀青最好的程度了 经过蒸汽杀青以后 枸杞芽的含水量很大 接下来迎接它们的是一个高温脱水的过程 也就是烘干 烘干分两次进行 枸杞芽的铺设厚度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第一次的烘干温度控制在一百二十摄氏度左右 大约烘干五分钟 经过这一次烘干的枸杞芽 色泽变得暗了许多 这时芽体中的含水量可以降低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接下来进行第二次烘干 把枸杞芽均匀地铺在传送带上 温度控制在九十五摄氏度左右 烘干时间大约五分钟 我问小曹 为什么要进行两次烘干呢 直接烘干岂不是减少了机器和人工的投入 加大了生产效率 小曹告诉我 因为第一次烘干的时候 设置的温度比较高 如果烘得时间过长 枸杞芽就会因为湿水过多失去商品价值 也就是我们说的烤糊了 如果把烘干的温度降低 又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枸杞芽达到规定的含水量要求 经过第二次烘干后 芽体中的含水量降低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看似简单枯燥的烘干过程 对接下来的揉碾起着重要的作用 揉碾时 芽体中如果含水量比较多 就会延长揉碾时间 不利于操作 如果烘干过度 芽体中的含水量过少 在揉碾的时候 芽体就会被揉碎 影响茶叶的外观 把经过烘干的枸杞芽 放入揉碾机内进行揉碾 揉碾的作用 是将枸杞芽揉成紧接原质的外形 并使叶细胞破碎 挤出的茶汁附着在叶表面 用以增进茶汤的浓度 我理解的揉碾 就是给枸杞芽做一个全身按摩 整个揉碾时间 大约为四到六分钟 直到枸杞芽调形卷曲 也就是成为调锁状的时候 整个揉碾就完成了 我发现揉碾后的枸杞芽 都爆成了团 应该还会有工作人员 把它们分散开吧 要怎么操作呢 我见他们把爆团的芽叶 手工搓开 问过小曹我才知道 工人们正在操作的这一步 有一个专门的词 解块 解块 一是为了防止枸杞芽抱在一起 出现温度高 芽叶变黄的情况 二是为了方便芽叶干燥成型 工人们凭借经验 一边搓 一边给芽叶散热 听小曹介绍 揉碾结束后就进入了制作枸杞芽茶最为关键的一步 曲豪作型了 做出来的茶叶好不好看 好不好喝 曲豪作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业内大家都管这一程序叫炒茶 炒茶的特点就是边炒边揉 把枸杞芽放入炒锅中 炒锅温度控制在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之间 我发现炒茶时炒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把炒锅的温度调低是有原因的 小火慢炒才能炒出好茶 温度太高 枸杞芽还没来得及形成漂亮的造型就炒好了 影响美观 等到造型美观了 枸杞芽又糊了 所以炒的时候锅的温度控制在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之间最合适 工作人员炒茶时一边炒一边用手轻轻的把茶团打散 并不断地翻茶 炒茶期间手与炒锅要始终接触 这样手能够时刻感应到炒锅的温度变化 根据炒锅温度的变化 炒茶工人随时调整翻茶的高度 这样茶与锅的接触时间就被炒茶工人凭借经验准确把握了 随着炒茶动作的进行 茶叶在炒锅与双手之间翻腾跳跃 一会儿功夫 欠人心脾的茶香就散发出来了 这样大概炒了20分钟左右 工作人员给炒锅套上了一块红布 哎 炒茶还要盖上红盖头 原来炒茶是枸杞牙茶的一个定性过程 这期间要蒸发业内过多的水分 彻底破坏业内残余的煤的活性 发展茶香增进滋味 把茶叶的香气炒出来之后 为了让茶香不外散 也为了让茶香更浓 所以工作人员给炒锅套上了一块红布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左右 当芽叶形成紧实的螺旋状 用手能够搓成粉末 并拌有淡淡茶香味的时候 茶叶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芽叶的含水量降低到6%到8%之间 一芽一叶皆辛苦 先开红盖头 这颗颗茶叶便争先恐后的跳出锅来 这时候的芽叶已经可以被称为枸杞芽茶了 虽然经过炒制之后 枸杞芽茶具备了茶香 为了使茶的品质更优 茶香更浓厚持久 它们还要经过一道工序 那就是提香 提香可不是给枸杞芽茶加入香料 而是使枸杞芽茶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茶香 经过称重的枸杞芽茶被均匀的铺在筛子上 厚度大约为1厘米 然后就被放入烘焙提香机 温度控制在150摄氏度 大约12分钟以后 就可以把提香好的枸杞芽茶取出并进行分解了 用50目的筛子过筛 留下的是品质较好的枸杞芽茶 就可以包装上市了 哎 为什么不在炒茶之后对茶叶进行分解 而非要在提香之后进行呢 小曹告诉我说 在茶叶提香的过程中 茶叶末与机器的接触面比较大 能够迅速挥发出茶叶的香味 增加提香的效果 而且茶叶末在茶叶与机器之间 冲到了隔离缓冲层的作用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枸杞芽茶 不因机器的碰撞而破坏形状 了解了枸杞果干和枸杞芽茶的制作工艺 休息的时候 小曹请我品尝刚刚制作的枸杞芽茶 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刚尝到这茶的感觉 绿色清透的茶汤 色泽鲜臂 清香扑鼻 味道清爽甘甜 饮用时沁人心脾 喝完茶之后 与我们一起品茶的朋友把茶叶吃了下去 这在当时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这人怎么把茶底吃了 他们告诉我说 这枸杞芽茶的茶底不就是枸杞芽吗 喝一口枸杞茶能让人心旷神疑 那吃一口枸杞菜会是什么味道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容易变质的枸杞嫩芽已经可以被加工成脱水蔬菜来溢饱人们的口福了 枸杞芽菜虽然吃起来略带点苦味 但是含有丰富的营养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所以像贾探春薛宝钗这样的热性体质 吃一些枸杞芽菜是非常好的 我还问过小曹这样一个问题 不是说枸杞芽容易发生鹤变吗 那我想要随时能吃到枸杞芽菜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他们已经把新鲜的枸杞芽做成了脱水蔬菜 人们什么时候想吃只要将脱水菜在开水里烫一下就可以进行烹调了 那这营养丰富的枸杞芽脱水菜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呢 制作枸杞芽脱水菜的方法 首先脱水菜的原料就是采摘下来的11厘米长的枸杞芽 只要将鹤变叶又严重折痕的叶子摘除 再去掉枸杞芽木质化部位 木质化部位就是靠近根部的这部分 这部分芽叶比较硬不适合使用 将这些不符合要求的芽叶摘除掉 这剩下的就是合格的枸杞芽脱水菜原料了 挑选合格的脱水菜原料 经过气泡清洗机的清洗 在经过高温蒸汽机的杀青以后 进入到烘干环节 在烘干环节 脱水菜的制作标准与枸杞芽茶有一些区别 枸杞芽茶只需要经过两遍烘干 因为枸杞芽茶在烘干后有一道揉碾工序 所以对芽体中含水量的多少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枸杞芽脱水菜因为不需要揉碾 烘干之后就可以直接包装上市了 所以在烘干的时候需要反复进行 直到芽体中的含水量降低到10%左右就可以了 在了解了枸杞产品的整个加工过程之后 我不禁心生感慨 多年前谁能猜得出枸杞芽还能做成茶叶供人们品饮呢 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有创造只要有创新 只要符合百姓的需求 更多的农产品就会被开发出来 就像这宁夏美景一样 有沙漠也有绿洲 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动人心弦的美丽景色 被发现或被创造出来 现如今 枸杞在宁夏人眼中已经不单单是保健品营养品了 它更代表的是一种生产力和科技水平 想到就要做到已经是枸杞深加工的发展趋势 如何让这经营剔透的果实更好的为我们所用 才是枸杞加工的根本之道 好了朋友们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进行查询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观看